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了8月份的最新数据 在白领职位激增的推动之下 8月份美国职位空缺意外的增加 凸显了劳动力需求的持久性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 今日发布报告显示 职位数量从7月份修正后的892万个增加至961万个 招聘人数小幅上升 而裁员人数仍然很低 职位空缺水平超过了经济学家在调查中的所有预计 报告发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报告显示 自愿离职者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保持在2.3% 达到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离职率低意味着美国人对自己在当前市场上 找到另一份心仪的工作信心不足 职位空缺的增加反映了专业和商业服务领域的职位数量 增加了50多万 以及金融和保险教育 以及非耐用制造品领域的职位数量增加 与此同时 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的比例上月几乎没有变化 为一名失业人员对应1.5个工作岗位 招聘人数为三个月来首次增加 但增幅不大 这一增长反映了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回升 与此同时 财源率较低表明公司仍然不愿意解雇员工 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的进展 就业市场的持续强劲 可能会导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寻求再次加息 不过彭博社的经济学家指出 对于有职位空缺的公司来说 技能不匹配似乎是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我们预计美联储关注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指标的大趋势 这些指标表明劳动力市场正在疲软 冬天中旺